第十章三十节 我们继续来看 主对教会对信徒的审判 好 一同来读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 生怨在我 我必报应 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三十一节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这句话是针对非基督说的 因为在里面讲得很清楚 主要审判什么 他的百姓 审判的确从神家中开始 就好像那个主人 回来跟三个仆人 来算账 来审判他们 我们再翻到贴沙罗里加 前书第三章 贴沙罗里加前书第三章 十三节 好 一同来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 心里坚固 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神 要我们 圣洁 无可责备 否则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是会被主责备的 我们再翻到 约翰义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约翰书 那这些禁文 平常我们读的时候 不太注意 教会也不太讲的 约翰义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好 二十八节 一同来 小子们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 也不致羞愧 看到吗 假如我们没有 常住在主的里面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羞愧的 我们会被责备的 那我们再翻到 过年多前书第三章 临前 刚才也提到这个比喻 临前第三章 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好 人在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识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什么 得救 虽然得救 来像从佛里经过的一样 假如今天我们 妈妈夫妇的来侍奉 妈妈夫妇的在上面建造 这里说我们将来要什么 受亏损 虽然得救了 来像从佛里经过 我们好像在这个灾难 要经过这个灾难 经过这个佛一样 所以同样的 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也看到这个主人 对仆人 不同的审判 结果 就是主责备他们 然后把他们撇在外面 哀哭切齿 然后我们再放到彼得前书 第一章十七节 First Peter 第一章十七节 我们一同来 你们既称了不偏待人 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 周丹存敬畏的心 度里面在世 寄居的日子 所以又一次 要我们看到 我们的神 会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 什么 审判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 存敬畏的心 来度世界的日子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我得救了 我蒙恩了 我就可以随随便便的生活 No 神会审判我们 但这个不是灭亡的审判 我再次要说明 不是灭亡的审判 是不得赏赐 不能够有分于国度 这样一个审判 所以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在马太福音 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 这个第七章 主讲到说 不认识这些人 不能够进国度 所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 第七章二十节 从二十一节开始读 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这段经文 很多人误会 其实要从这个得胜者的角度来看 二十一节一同来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疑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那你发现很多人 为了解释这段经文 就说这些奉主名传道 医病赶鬼行异能的人 这些人一定不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才不能进天国 主不认识他们 就好像把那些 余左的同侣 当作非基督徒 一样的解禁法 但这样的解释合不合理 你发现 你说他们不是基督徒 讲得通吗 能不能讲得通 他们真的是奉主的名 做是什么 传道赶鬼行异能 你不能说他们 他们不是基督徒 那假如他们是基督徒 那你就要解释 究竟耶稣所讲的 进天国 这个天国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指导进 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国度 他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 进入这个新天的新耶路撒冷 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一同掌权 因为他们不是真正为了 遵循天父的旨意 在那边传道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啊 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名声 为了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甚至是为权为力传道的 有啊 不是真的是为了神的旨意 在那边谦卑的侍奉 所以这些人 他们跟主没有亲密的关系 所以主说我不认识他们 所以你记得我们在希腊文讲过 认识这个字原本是什么 还记得吗 是指导一种亲密的认识跟关系 主跟他们没有亲密的认识跟关系 好 所以对于这个主再来 主对教会有审判 按照我们的行为 我们都需要面对主 给我们的算账 所以多给了多取 所以给那个五千两的 主要对他要求什么 他又赚了五千两 两千两的也是赚了两千两 所以我说 哎呀主千万不要给我太多 要做那么多事 责任那么重 那个两千的跟五千的 得到的赏识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同样的称赞 又良善又重心 那么哎呀主 给我一千两就好 我就好好用点一千两 在你的国度里面 不要那么累 那么多的责任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 主要给你五千两 那你就好好用你这五千两 有各样的恩赐 有些人真的又能够唱 又能够讲道 又能够个人补道 什么都行 那只是五千两 很多的恩赐 但有些人他就是 只是 只能传福音 只能够 能做这个怜悯人的辅导 也很好 就是用神给你结分 那有些人他们就只有 就是这种启示性的恩赐 他也不需要好好的预备 神跟他讲什么 他就讲什么 我要羡慕这种恩赐 发时间看原本是什么意思 这个经文有没有解错 要花好的时间预备 有些是不需要预备的 做好 所以关于第二个大点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要进入第三点 究竟这个背题 是灾中背题呢 还是灾后背题 那么 麦碧口他的看法是什么 他是灾中背题 基督徒需要进入大灾难 当然他有他的point 但是假如我们看一些经文呢 你会发现 从这些经文 好像让我们看到 我们基督徒好像不需要经过 得胜的基督徒 预备好的基督徒 好像是不需要经过 这些的灾难的审判 那我们先看 Second Thessalonians 帖后 第一章 第六到第八 好 我们找到一统来 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 报应 哪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解受患难的人 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佛言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 和那不听从 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第九节 他们要受行到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 和他全能的荣光 所以 从这段经文 给我们看到 基督 好像不需要经过 这个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他对世人的这个灾难 审判的报应 好像我们是 被神特别保守 在主里面可以得着这个平安 不需要经过这样一个缓难 这样的一个 然后再看 帖撒罗里加前书第五章 帖前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这里就讲得更具体一点 第一节到第六节 好 弟兄们 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节一样 人称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 夫人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 临到怀态的夫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 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哪日子临到你们像节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你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总要谨行 谨守 从节省经文 你得到什么结论 灾祸会不会临到我们 不会 但是有条件 看到什么 条件跟耶稣 在马太福音二次事项所讲的 条件一样 需要什么 谨醒 谨守 要成为 要成为那个光明之子 不要在黑暗里面犯罪 要做那个聪明的同理 为主发光 所以这些是比较明显的 应许到基督徒 谨醒 谨守的 不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灾祸 这个主来的日子 像贼的日子一样 让人受亏损的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 贴撒罗里的前书 第一章 第六节 到第十节 第六跟第十就好了 第六跟第十 很重要 第六节 好 并且 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示的喜乐 领受真道 咒效法 我们也效法了主 那这些效法主的人 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 下面第十节 我们一同来 然后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 脱离什么 将来愤怒的耶稣 我们是能够被救 脱离那个什么 将来的愤怒 The wrath of God 当地上有这个七年的大灾神 愤怒的审判的 浇灌 七个阴灾 七个耗灾 七个晚灾 神要什么 救我们什么 脱离 将来的愤怒 但是你发现前面提到 条件是什么 是一群效法主的人 等候 仰望 预备好 主耶稣基督 从天降临 所以这个经文也是非常的清楚 我们不需要进入这个灾难 愤怒的一个审判 假如你好好的读起书 你都发现那个七印灾 七号灾 七晚灾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是愤怒 所以圣经在描写 是The wrath of God 是非常可怕的 是大而口味野华的日志 好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些三段经文 是在当时 在地上的时候 有患难 因为你爱主 做主的门徒 你会背识下跟随主 但是后面是讲到 将来愤怒 看到吗 分得很清楚的 看到吗 那个大难 不是 在第十节都讲到 要等候 虽然你在地上 有些是患难 有些是逼迫 但是你还是忠心爱主 那么保罗就鼓励他们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 脱离上来愤怒的耶稣 所以假如你现在很安逸 样样样都很平顺 没有任何为主受苦 你才要担心 因为爱主的 赤走一条窄路 真的是背识下跟随主 总之某一方面 我们会为主受苦的 但是比起将来 那个愤怒的苦难 就不足介意了 将来那个愤怒跟审判 还是可怕的 好 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三章 启示录第三章 又讲到主必快来 然后看看那个上下文 提到第十节 这是主给那个爱主的教会 像菲拉田非传福音的教会的一个应许 好 第十节我们一同来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失恋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失恋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观念 普世在这样的灾难 审判 思念当中的时候 神要免去我们的失恋 免去我们这样的一个痛苦 当然在马带福音24章25章 就讲得很清楚 那个忠心的仆人 主要把他借去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 不需要在外面哀哭切齿 接受这个灾难的痛苦 那当我们很仔细的来读 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主基督降临地上 大灾难 跟被提的次序的问题 有没有发现 刚才已经有位姐妹发现这个问题了 因为你发现在 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 耶稣先讲论什么 先讲论大灾难 对不对 特别在这个21节 因为那时必要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并没有 这叫大灾难 那你发现耶稣的讲论 先讲到这个大灾难 然后讲到耶稣降临在地上 架着云彩降临 然后之后才讲到被提 有没有看到这个次序 那究竟这个次序 是一个时间的次序 因为有人就看 你看在时间上 假设是一个时间的次序 那么被提应该在后 大灾难要在前 所以叫灾后被提 你看到吗 有人是这样推论的 就是按照这个讲论的次序 把它当作是一个时间的次序 但是当我们几细来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就发现 其实耶稣在这段的讲论 不是一个绝对的时间的次序 为什么 你发现 当时候门徒问耶稣的问题是什么 耶稣是针对门徒这个问题的先后 来回答的 我们来注意 二次四章的最前面 第三节 非常重要的关键 解释节目经文的一个key 第三节 我们一同来 耶稣在感染山上坐坐 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末了 有什么预兆 你发现 这里是两个部分的 第二部分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有这个圣殿被毁 没有一个石头落在一个石头上 不被踩毁 门徒关心这件事情 然后耶稣是回答这个事情 但是耶稣的回答 其实更是指到这个世界的末了 那个敌基督 行毁坏可证悟地 站在圣殿里面 这个再是那个 final fulfillment 不是单单是祖后七十年 提督张军把这个圣殿毁了而已 耶稣 因着门徒问这件事 他就把 这个未来的事情 漠视这个圣殿 会被再重建 但是又被 这个敌基督来损害 把这个事情 就顺便 就讲出来了 所以你发现在十五节 从十四节 你都发现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你所说的 那行毁坏 可真的站在圣地 你看到吗 解释在 末后的一个七里面 所发生的事情 是在 这个七年大灾难 一次是办之后 发生的事情的 然后同时耶稣就讲到 这个大灾难的事情 其实都是属于 这个末后的 这个圣殿被毁 圣殿被敌基督 来损害 都在同一个时段 发生的 这个大灾难 还有圣殿 受到亏损 都是耶稣在讲到 这个末后 的 这两件大事 这个行毁坏 可证悟的出现 然后 同时也有大灾难 要跟着 耶稣基督就降临 下的云降临在地上 遭据他的百姓 损民 进入天使年 这个是很明显的持续 是回答门徒第一个问题 看到吗 但是第二个问题 你降临和世界末了 有什么预兆 耶稣在讲一个预兆 这个预兆就在后面 从三十二节 他就讲了 你们可以从无法果树 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论掌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尽了 神要把一个预兆 这些的事件 大灾难 行毁坏和证悟的 来伤害神的圣殿 停止犹太人的献祭 等等这些事情 发生之前 那个预兆是什么 耶稣就讲到 有一件事情会发生 不知不觉的时候 人子降临 然后有被提的事情发生 其实被提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 全世界的人 都看到的一个什么 一个sign 因为突然间 这个世界 有一群基督徒 不见了 我很喜欢我儿子 那个license plate 后面说 Discovered and mandated when ruptured 这个车 可能突然间没有人 飞飞提 所以你们要小心 不要撞过来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预兆 对不对 突然间 这个世界 少了一群基督徒 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 明明 昨天还跟他讲话的 怎么 现在找来找去找不到他 其实是最明显的一个预兆 当看到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马上就 就领导 所以 基本上 把他分二十四章 耶稣讲到 被提的事情 不是 把它当作是一个 在这个大灾难之后的 时间次序 来讨论 来讨论 把他当作是一个预兆 来讨论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sign 没有人可以deny的 undeniable 然后我们所关心的 究竟就是 你会不会有份 在这个背提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好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灾难的问题 背提的问题 也没有说不对 我们也尊重不同的解经 我们以后也会讨论到 他们为什么会接受 灾中背提的说法 或者灾后背提的说法 我们也会讲一下的 我们也要彼此了解 也彼此尊重 所以也不要印着 这些次要的问题呢 就在那边好像 做 产生冲突 对 就是说将来我们会讲到 这个 凡是这种 prophetic的prediction 你还记得 我们在读经与世经的时候 常常把两个事件 放在一起 其实是有一个 事件的距离的 所以 先讲到一个患难 不会领导基督徒 但是对那不信主的人 他们不但是在受的患难 还要受到将来永远的沉沦 所以把两件事件 都放在一起 那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以赛亚书 这是官服到我们解释 prediction一个重要的观念 比如说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九章 第九章 因为先知 讲未来的事情 这些事情就好像 两个有距离的山 你远远去看它是什么 会重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 你这样来看它的话 这两个山是重叠的 所以常常把这些事件 放在一起来说 但不代表他们同时发生的 比如说我们看 以赛亚书第九章 第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尖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士权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威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稳 你看到吗 耶稣节里讲到耶稣诞生 对不对 又讲到他要坐在大威的宝座上 但你发现这两个事件是什么 隔开了整个教会时代 最少现在已经隔了两千年了 对不对 但是对以赛亚先知来说 他看到未来的事件 好像是叠在一起 所以他讲出来 但不代表是同时发生 所以为什么犹太人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弥赛亚 因为没有看到他掌权 对不对 他不知道掌权的是 要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在地上的时候 才坐在大威的宝座上 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的 很好 好 我们进到第四 被提得胜者的福 那我们发现当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 每一次提醒教会的时候 都提醒教会什么 同样的一个的提醒 要教会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那个pattern 每一次对教会都说 得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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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给他们应许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发现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比较多讲得救 信复音 比较不多讲得胜 免得产生一个误会 好像是要靠行为得救 当然其实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 也把一个圣徒的美德 跟要求讲得很清楚 但是你发现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 耶稣对每一个教会都一直强调 要做什么 得胜者 而且我们将来会研究启示录第二第三章 你都发现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每一个对得胜者的应许 你发现每一个的应许 得胜的我就要赐给你什么什么 其实都是官府 这个德国度掌权 这个享受在新天 耶路撒冷 各样的福分都是官府到 得胜者的赏识的 不是官府到 一般信主的 信徒的赏识 是得胜者的赏识 比如说举两个例子 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发现 这个得胜者的应许跟赏识 太荣耀了 我们看二十六节 一同来 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上甲管他们 将他们如同摇护的瓦器 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父领受权柄一样 你发现 这个的应许是官府什么 官府什么 我们来看 这个诗篇第二篇 有同样的描写 你就比较知道了 诗篇第二篇 是弥赛亚的诗篇 好 第七节到第九节 找到一同来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臣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圣礼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势力为基业 将地己势力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粉碎 看到吗 这是描写 受高者 耶稣基督在天使年里面的掌权跟作法 那么得胜的 与耶稣基督领受同样的权柄 所以在 启示录第二章的二十七节的后面 应许说 像我 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得胜的 能够与耶稣基督在这个天使年里面 掌权 也得胜一切的 敌基督的权势 当然最清楚的描写 是在启示录 我们翻到启示录 我们来看这个 在十九章后面 也是同样的字句 你就发现 十九章 十四节 我们一同来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细马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 他必用什么 铁杖 侠管他们 看到了吗 这一段是描写耶稣基督 要降临在地上 灭绝仇敌 灭绝敌基督 的一段描写 就建立他 在地上千禧年的国度 所以你发现 这三段经文 都有提到 这个铁杖 侠管他们 是官府到 千禧年的 耶稣基督的掌权 那得胜的基督 有没有份 有份 与耶稣基督 一同的 在千禧年里面 得到权柄 得到掌权 这是得胜者 的一个国度的应许 那我们再看下去 《启示录》第三章 第三章二十一节 所以你发现 这些得胜者的应许 不简单的 不是单单只是 对一般的信徒 得救的应许 这个不是得救的应许 得救的应许是什么 得永生 得罪的赦免 得成为神的儿女 但结底是 得救 得胜者的应许 你发现那个内容 哇 不得了的 我们看第三章 第二个例子 二十一节 好 又提到什么 得胜的 我要是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哇 这是得圣者 得国度 得宝座 得作王的应许 荣耀到你不敢相信 得永生已经不得了了 哇 How long is eternity How wonderful is eternity 得永生已经觉得不得了了 这里还要得什么 得宝座 神要应验 他当初创造人的那个计划 要亚当管理他所做的一切 那个其实只是个预表 管理地球是个小事 其实神准许 也计划安排 透过人类的堕落 耶稣基督的救恩 把那个更荣耀的权备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 可以得到整个宇宙的掌权 才是神最重的心意跟计划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神 一创造就失败了 人就堕落了 No 那个是个过程 要透过这个过程 神在创世以前 就拣选了 就预备了这个救恩 因为神要把这个永恒的计划 让我们这个耶稣基督 能够与耶稣基督同为后世 一同掌权 一同作王 这个荣耀的恩典要嫁给我们 太荣耀了 这个President Obama 没什么 假如比起将来我们在神 那个永恒的国度 我们那个 与基督一同做宝座 那个做王 才是不得了 所以可能 你会管 几座城是管几个Galaxy的 不得了的 不晓得 我们现在天文学家都没有办法知道 这个宇宙有多大 那在整个宇宙 我们是得这个荣耀的身体 可以超越时间空间 来管理这个宇宙 荣耀的你不敢伤心 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手痛 脚痛 到时候什么都不痛 都好了 荣耀的身体 不会朽坏的 而且可以穿越时间空间的 你要去另外一个Galaxy 一下子到了 太荣耀了 所以我们能够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什么 向他 向他 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启示录 二十二章第五节 这个Final Fulfillment 我们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 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二十二章第五节 好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什么 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不但是在这个 二十章千禧年里面做王 所以有人说 那个是实习时期做王 那个一千年是internship 实习的 因为将来永世做王 才是厉害 因为千禧年管理只是一个小地球而已 对不对 将来是管理整个的宇宙 永远能活 永远地掌权 永远地做王 所以 解释得胜者 永耀的应许 我们看两处保罗的讲论 我们先看提摩特后书第二章十二节 也让我们有点看见 第二章十二节 提后 接下来今晚平常我们都不太讲 提后第二章十二节 好找到我们一同来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什么 一同做王 看到吗 哇做王啊 保罗好像只有在这个地方 讲的这个做王的事情 其他都是这个老约翰讲的 但是很清楚 我们愿意为主受苦 做得胜者能忍耐 必和他一同做王 那罗马书第八章 也有一点的味道 在那边 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的十七节 后面 找到我们一同来 既是儿女便是后事 就是神的后事 和基督做后事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什么 一同得荣耀 这个荣耀 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从提后第二章 我们可以推论 是指到这个做王的荣耀 得胜者的荣耀 得冠冕的荣耀 因为需要付代价 需要与主一同受苦的 得救不需要付代价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 得救不需要付代价 但是要得作王 得冠冕 得赏识 要不要付代价 要付代价 真的是 被识下跟随主 像保罗所说的 当守的道 我已守住了 当跑的路 我已跑近了 这样有这个 荣耀的冠冕 为我存留 我们再看 马口福音第十章 杰登经文 平常我们也不太注意 也觉得不太懂 也觉得不太可能 也不太信 马口福音第十章 二十九节 我们先从二十八节 看看比得很可爱 二十八节 我们一同来 比得就对他说 看了我们已经撇下 所有的跟从里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 和世弟兄姐妹 父母儿女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弟兄姐妹 母亲儿女田地 并要受逼迫 在来世彼得永生 很多人怎么去解释 杰登经文 今世会得百倍吗 真的吗 所以一般的解释 把这些百倍的祝福 把他灵意 是熟灵的祝福 所以你在地上 不会得田产家业的 也不会得到房屋的 你怎么可能 在幸福谁可以买 买一个房屋那么贵 对不对 不贷款的更不可能 对不对 都是要贷款好多钱 不像有些从中国来 都是pay cash 一百万都买下来 不太可能 可能吗 传道人 骗下一切 骗下一切 居然说今世会得百倍 不只前途矛盾 对不对 不穷到今世祷告 一个礼拜三天 已经感谢神了 对不对 还要今世得百倍 对不对 真的在中国 好多传道 我听到他们的见证 他们常常是今世 是因为没有钱而今世 神也怜悯他们 所以怎么解释 今世得百倍呢 怎么解释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灵意还是正义 是正义 但是你要看你的末世论 假如我们伤心得胜者被提 这个的应许 这会应验在哪里啊 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降临 进入什么 千禧年 这个千禧年 属不属于近世啊 因为地上的历史没有结束 有些在地上活着存留的人 看到耶稣降临 在地上 包括犹太人 他们进入千禧年 所以是今世啊 不是勇世啊 勇世要千禧年之后 所以的确得胜者 我们带着权柄 你看之前那个 那个应许 带着权柄 管理列国 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这个是今世得百倍 看到了吗 会应验啊 的确在今世的应验啊 来世又要得永生 所以千万不要 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很苦啊 很穷啊 我们的self image很差啊 no 今世就要得百倍 你看着草 好戏在什么 后头 这个 这个英雄 不要问出处 要看后面 对不对 后面 我们将来 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就是耶稣应许彼得的 你千万不要 因为穷的 一个小钱都要去钓鱼 再钓到 那么可怜 预备余夜节的晚餐都没有地方 no 今世要得百倍 真的会应验的 会在千禧年里面 今世 就是今世 会得百倍 所以解释 得胜者的福分 那当然我们 刚才读过启示录十九章 享受这个高阳分宴的福分 是有福的 这些人 他们被提在空中 进入高阳的婚宴 穿着光明洁白的喜马衣 是何等的一个喜乐 欢乐 那么更荣耀的是 启示录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 描写到这个 新耶路撒冷 这个新父 那么 特别在二十二章 描写到 这个城里面 有生命核 有生命水的核 又描写有生命树 结束各样的果子 又描写高阳的宝座 然后到第五节讲到 你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得胜者的福分 能够享受到 圣父圣子圣灵 荣耀的同在 圣灵如同圣灵盒 在他们当中 主耶稣基督 荣耀的圣灵树 我们真的能够 在这个圣城里面 能够享受到 圣父圣子圣灵 荣耀的同在 要主神的光 要光照他们 能够 享住在这个 新父的天城 也享受 圣灵树 圣灵盒 也享受 这个宝座的座王 太荣耀了 荣耀的 你都不敢相信 得永生 其实只是个过程 其实神要透过 这个得永生的过程 把这个荣耀的计划 荣耀的恩典 要成就在我们当中 要把这个 荣耀的新耶稣 赛能赐给我们 敢相信吗 哇 太荣耀了 太荣耀了 好 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关于这个 被提得胜者的福分 我们这个进到 启示录的解禁里面 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解 我只是举一两个例子 每一个得胜的应许 其实都是官府国度的 特别的应许来的 是得胜者的应许 不是单单对得救者的应许 因为得救者 找到应许的永生 不要再提了 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 你要得胜 得赏识 讲到那个得胜者的赏识 这题是以教会的方式 就是日后到天上 是以教会的方式那样存在的吗 一个教会这样一个集体的方式 还是另外的方式 没有提了 就没有提到这个教会 其实写着什么宗派 什么宗派 就是non-existing 那我们每一个都就写着这个 这个 这个 有一个新的名 就属于基督的 所有的就是基督的心腹 那就是说 教会背体就是指人背体 人背体 得胜者背体 不一定是某一个中派的人 说不定人数最多那个中派 背体的人最少 不知道 你看美国很多教会都是 俱乐部 很可怜的 都是 透过教会来给他们各样的service 他们是为了service来到这个教会 好 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 好 那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 来integrate 我们再看清楚一下 因为这个是官府到你跟我 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 究竟得胜者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所以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 能不能归纳出 这个得胜者 被提者 他的一些的条件跟情况 有没有能够找出来 单单从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 把这个被提的条件归纳出来 提到警醒 提到什么 预备 忠心良善 有见识 还有呢 我们先集中在24章跟25章 把它都找出来 在这两章圣经里面 还有管理家里的人 这个管理就代表我们忠心事奉 你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 师奉是一个责任 一个重担 你看到吗 这个是你得胜的一个条件 你是否忠心做主 派你管理的事情 就算是一个好像这个小的事工 不起眼的事工 但是在小事上忠心 主就把更多的事交给他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事奉不重要 这个是一个 神透过这个事奉的忠心 来定理 是否良善忠心 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 还有提到什么 忍耐到底 忍耐到底 好 必须有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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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比方说那个 五千两成 添加的一万 添加的事情 这一定有添加 添加 假如我们真的是忠心事奉 我们的恩赐一定会develop的 一定会添加的 good point 你不可能说 一直侍奉 都是好像 原来的这种的恩赐的能量 一定会成天的 还有提到什么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特别二十五章前面提到什么 提到聪明的同侣 我们要做聪明的同侣 灯里面要满了油 能够为主发光 甚至人解释说 我们满了油 被圣灵充满 还有什么 才干恩赐要应用 能够增添 对 殷勤不难度 对 殷勤不难度 所以你发现神要求我们 基本上是生命的良善 有生命的果子 然后忠心是官府侍奉 生命与侍奉 两方面都要配合 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侍奉 我们能够忠心去做 那么怎么才算忠心 其实你尽了你的能力 其实你尽了你的能力 就叫忠心 不是看做了有多大 多好 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像 Billy Graham 做那么大的福音事工 或者也不能像 Bannyham那么有恩赐 所以幸好神要求我们 是我们的忠心 而不是要求我们 事工的果效有多大 最重要是忠心 尽了你的能力去做 就是叫忠心 好 那我们再翻到 贴撒罗里亚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再看这个得胜者的条件 贴钱 第五章二十三节 好 一同来 愿是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 与生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有提到这个指责的事情 我们要预备 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在他面前无可指责 怎么样才无可指责 全然成圣 所以又提到 约翰卫斯里的教导 Anti-signification 当然不是指到我们行为上完全不会犯错 来自指到 Perfect in love 在爱里面完全 就得以完全 我们真的是 有一个完全的爱主的心 爱人的心 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 爱神 神要求我们在这方面 全然的成圣 那再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约翰一书 第二章二十八节 最近我在教会里面看这个 内在生活的这个班 这个跟这个有关系了 二十八节 一同来 小子们呢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 要做什么 要不断地住在主的里面 住在主的爱里面 所以老约翰的解释 怎么住在主里面呢 要住在主的爱里面 不断地爱他 亲近他 与主 有这样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 abiding in Christ 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 然后再翻到 提摩带后书第二章十二节 提后第二章十二节 刚才提到 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做亡 或许你现在在各样的失恋当中 软弱当中 艰苦当中 甚至做神学生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也挨过 在华晨三年 然后在Westminster 1984年 读TGM又读了两年差不多 然后读PhD又读了五年多 我读了差不多十几年 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你们的难处 真的做神学生很辛苦的 各方面 各样的压力 赶报告 经济的压力 事奉的压力 各样的压力 或许你有别的难处 别人对你的误会 逼迫不谅解 甚至身体的软弱等等 但是求神给我们什么 一个忍耐 我们没有任何的愿意 我们良善忠心的 我们良善忠心的 真的是守住神给我们这一份 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我们能够忍耐 也必和他什么 一同作王 我们大声来说 一同作王 Hallelujah 一同作王 那么刚才在马口福音第十章 我们在也读到了第十章二十九节 我们愿意怎么撇下一切来跟随主 我们就得到今生来世各样的福分 你是否真的愿意 真的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 我们也愿意真的为主受逼迫 所以也就是路教福音第十四章 讲到门徒的一个条件 所以路教福音十四章提到这个 做门徒的条件 还记得吗 三方面 第一要什么 我们的心要什么 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 包括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 甚至自己的生命 第二个条件 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每个人你的十字架都不一样 可能配偶是你的十字架 父母是你的十字架 他们的不谅解 他们的反对 他们的攻击 每个人有他不同的十字架 可能健康是你的十字架 不同的十字架 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 第三又提到什么 要撇下一切 若不撇下一切 所有的不能做我们的门徒 我们真的愿意有这样一个撇下一切的心智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是我拥有的 我只是一个中心的管家 你要把这个管理权撇下来 交给主 当张身体线上 当作活计 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 主要怎么用 我就尊命 没有自的ownership 因为我愿意撇下一切 所以我们归了这几点 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补充 当然启示录十九章 我们刚才常常讲到 是很重要的条件 穿上光明洁白的西马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们真的要有公义圣洁的生命生活 所以你发现 这个信息 重不重要 得胜的背体太重要了 今天为什么教会 弟兄姊妹信主之后 他们都没有追求 没有动力 因为他们以为已经得着了 以为已经完全了 特别 假如我们从历史神学的角度 路德会 特别从马丁路德这种 得救 得赦免 的观点 他以为已经得着一切 所以他不讲成圣的 所以到了 加尔文的时候 才发现第二代的改教家 发现不行了 不能只讲得赦 得恩典 得永圣 要讲什么 成圣 其实加尔文很大的贡献 其实他是强调得胜者 他是强调 这个 要恢复神的形象 不只单单 你永远是个罪人 仰望耶稣的宝血 站来上天堂就好了 他说 其实得救神的悉意 是要恢复神 起初创造人的 在人里面 那个神的形象 蛮有真理仁义圣血 这是 reform神学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当然 讲成圣 但是假如我们 透过莫斯论的角度 被体的角度 来看成圣 弟兄姊妹 就更有动力了 因为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成为 这个羔羊的信夫 我们要被体在空中 与主相遇 不至于撇在外面 哀哭切齿 落在大灾难里面 虽然得救 好像经过佛一样 今天教会 需要这样的信息 但是很可惜 一般的教会 只讲得永生 得救 称义 做神的儿女 罪的舍免 神的恩典 我们不讲得胜 不讲诚意 不讲得赏识 不讲得胜者被提 不讲作王 不讲的 所以这样的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真的不但 我们知道这个信息 我们也真的是 有这样的一个警醒跟看见 主啊 我要被体 好不好 我们一种人说 主啊 我要被体 做你的信夫 哈利路亚 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 这样的渴慕 这样的把握 然后我们真的警醒预备 做聪明的同理 忠心的仆人 Amen 我们一同地头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安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